音樂音樂 今天會開始新的內容 就是從這邊開始 我們會介紹 Equilibrium 跟 Steady-State 因為整個週六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第一半部分講的就是 如何用強化相 這些原理最終我們會發現 其實就是當有第二項的時候 甚至是複合材料的這種概念 是可以很顯著的來提升金屬的性能 甚至金屬的應用在很多地方 實際上是要靠核心的方式 下一個問題就來了 要怎麼做得到 所以我們下半部分的重點就是 怎麼做得到 我們選用的課本就是 Fest Transformations in Metals and Aloys 怎麼做得到 當然同學接下來會有實驗課 但是在實驗動手做的同時 想到的是有沒有辦法 在非常辛苦的實驗課之前 就可以先預估可能要怎麼做 那這個預估的方法是什麼 用的就是熱力學的方法 但是熱力學要能夠描述它有一些前提 所以這些前提就是 我們是在什麼樣的概念之下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熱力學是在描述狀態方程 所以這個狀態會不會發生 在什麼條件下發生 工程上的確是可以控制的 這個就是我們陸陸續續會講得到的 所以其中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們希望達到什麼狀態 我們描述它 那這個狀態該往哪邊走 所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達到平衡態的條件是什麼 那再往下就是 我們所處的環境 所看到的每一種東西 是equilibrium嗎 大部分其實不是的 很多大部分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或我們應用得到 其實metastable 就已經是我們大量在使用的 那中間插了一個什麼 花多少時間 從metastable到equilibrium 這個我們會在第二章 尤其是擴散的時候 會講到這個跟時間相關的 但是怎麼去想像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kinetics 我們今天會介紹 那再來就是 我們今天的應該是最後一題 就是 在我們描述狀態方程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用模型的方法 把它描述出來 靠的是不同的參數 那這些參數 其實大家從國高中就開始學 比如說化學反應方程是 從這個每莫有多少 換算成是體積的 或者說是重量的分率等等 所以這些可控制 然後我們在模型化 我們在描述的狀態 還是要區分一下 什麼是intensive 什麼是extensive的properties 當這些回顧之後 那大概就知道 像圖怎麼用 那像圖整個大原則 或者說可以跟同學過往 就已經很厲害 可以很熟悉的去想像 就是我們要完成什麼樣的事情 大致上就是你國高中學過的 套用勒沙特列原理的方法 來去套用在像圖的應用 或製成的應用 所以像是什麼 像是改變溫度 或是改變壓力 所以反過來 你在看一個像圖的時候 你要先看它的條件 是定溫還是定壓 那我們在下禮拜講到 二元像圖的時候 會再多去解釋 就是當不只是單一元素 而是有多種元素的時候 那要考慮到的就是 多一個元素進來了 彼此之間喜不喜歡 穩不穩定 那就可以拿來判斷 它要在哪個前提或條件之下 才會達成平衡 所以工程上或製程上 要怎麼去設計 然後來生產出你要的產品 所以這是今天的授課目標 那我們就很快的再把 很多課的交集 這些熱力學基本的量 然後來做一些解釋 那在這個解釋之後 那我們要再區分 哪些是intensive 哪些是extensive的性質 所以我們就先從強調過的前提 當我們可以描述 用Juice Free Energy來判斷的時候 它是一個reversible的 在等溫之下 然後這個是熱交換百分之百的前提 所以這樣的前提 我們就可以來描述 那再把Juice Free Energy 來拆開成幾個項 來看是哪些熱力學的量來組成它 結果分別是 anthropy anthropy由誰來組成呢 分別是內能 internal energy of the system 像是什麼 像是這個系統 它可能有的建能 除此之外 還有哪些是屬於anthropy 那還有就是它的這個體積 或者說它的硬力的改變 所以剛剛所提到的internal energy 還包含了kinetic 跟potational energy 我們待會很快會講到 因為這會牽涉到 隨著溫度變化的時候 entropy怎麼變 來源是哪裡 怎麼去想像 然後在這裡頭呢 T是這個絕對溫度 然後這個S就是entropy 就是我們剛才回顧的 從Clausures 從Juice 那再到這個Botsman 所描述 所試圖模型出的這個亂度 entropy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 entropy裡頭的internal energy 那其中裡頭的kinetic energy 它包含哪些 或怎麼去想像它呢 所以包含的就是 像是atomic vibration 不論是固態、液態 或者是系統 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之下 不是絕對零度 就會有這些vibration等等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移動和轉動 translational and rotational energy for the atoms and the molecules with the liquid or gas 再往下的是什麼 這邊稍微區分或解釋一下 就是對於氣體或液體來講 相鄰的原子或分子 如果相對於固體來說 固體它再怎麼震動 旁邊是誰 就好像大家固定的坐在這裡 所以到這個叫做 異象或是氣象的時候 才會有這個移動或者是轉動 那這決定了什麼 這決定了kinetic energy 那這樣決定了kinetic energy 你怎麼量 你量到的是什麼 所以大家有沒有想到 怎麼量量到的是什麼 先給大家一個暗示 如果我們變溫的話 這些震動移動或轉動會不會改變 想像中越高溫會改變嘛 震動的震越快 或者說氣體在空間內 在高溫的時候 它的速度會更快 這個是過去在理想氣體的時候就學過 那會改變什麼 改變哪一個數值 所以這邊的梗就是 那當然就會改變這個比熱嘛 所以一個系統 你升溫給它的最量多少 那它可以升多少溫度 背後所牽扯到的就是這些 vibration energy translation energy rotation energy 好那這是kinetic energy 那potential energy是什麼呢 所以一個內能還包含potential energy 那這就是從 構成這個系統的原子和原子之間 或是分子和分子之間的 間結能力來決定的 所以由這兩者 貢獻到這個系統 我們把它總合起來就是 entropy這樣 含 那所以我們剛剛內能裡頭的貢獻 分別有從間結而來的potential energy 從可以震動移動轉動 所來的這個kinetic energy 那接下來我們再比較 就是除了內能之外的壓力和體積 怎麼去想像跟描述 所以我們先從第一個 If a transformation or reaction occurs the heat that is absorbed or evolved will depend on the change in the internal energy of the system 所以這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由建能所決定 然後另外就是它可以震動的頻率 或者說是它的幅度 貢獻這個內能 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會被影響 however it will also depend on changes in volume of the system and the term pressure volume takes into account 為什麼 隨著溫度的改變 一個系統的體積跟壓力也是會改變的 so that at constant pressure the heat absorbed or evolved is given by the change in nSOP so when dealing with condensed phases solid and liquids the pv turn is usually very small comparing to internal energy 所以當我們在這個 處理氣態的時候 絕對是要考慮就是壓力和體積 但是在固態或是液態的這個狀態之下 壓力或體積的變化 隨著溫度是遠小於這個內能的這個變化 所以在這個固態或液態的時候 我們主要考慮的就是內能這一項這樣 所以我們剛才在描述 gips free energy 的這個 enthalpy這一項 描述完了嗎 vhg-tdhs vh是由這個e跟pv所貢獻的 接下來在描述 貢獻gips free energy 的最右邊那一項 就是 entropy 這一項 所以 entropy 的描述 分別cautius gyps 跟 Maxwell 那除了他們用模型來描述 日常生活中怎麼去想像 這個 entropy 在 universe 裡頭 是往最大的這個亂度走 像左邊跟右邊 就分別是溫度上或能量上的 所以左邊是溫度跟能量上 那右邊就是好像排列組合一樣的 我們有濃度差的時候 這個亂度會來貢獻 然後影響這個反應的方向 所以像大家左邊的這張圖 就分別會有高溫到低溫 那所以一個亂度的自發反應 就是從高溫傳導到低溫 那所以這會是一個自發的反應 另外一個就是物質上好像濃度差一樣 就是會從濃度高的 然後因為亂度的這個關係 當然還有其他健能的關係 總的來講當然是gips free energy 像同學在普化應該有學過黑絲定律 就是在告訴你不同狀態之間 entropy 的變化 就是把不同反應方程 它的 entropy 的改變把它加總起來 你就可以去判斷 但是一個反應會不會自發 除了黑絲綠所加總起來的能量差 還要考慮哪一項 考慮亂度一項 所以黑絲綠看起來是吸熱的反應 可是它會發生的話 有一個很有可能的這個因素 就是因為需要這個亂度有貢獻這樣 像同學在日常生活裡頭 請問你啊 你把鹽巴加進這個水裡頭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會變成鹽水 是一個自發的反應 尤其是在常溫的時候 但是這個反應 你覺得它是吸熱的反應 還是放熱的反應 所以按照黑絲綠 那個data H 加總起來 它是要拿到能量的 才會發生這個反應 所以為什麼它還會自發 就是在常溫之下 我們在比較data H 之差 所以老師再三地描述 常溫就是在這個 T data S 這個項 兩者來競爭 在常溫之下 亂度的改變是因為 就好像右邊的這個墨水 然後我們一把它打開 那亂度再主導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用分別是溫度 還有用這個濃度差 然後來想像 就是趨向最大亂度的這樣的一個 生活中可體驗的這個事情 所以整個Juice Free Energy Entropy內能的介紹 然後到這個Entropy的這個亂度 我們這邊就做一個小結這樣 所以以亂度來講 要考慮整個 Universe 那一定是會往最大亂度的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如果要工程上的來做控制 要從一個像轉換成另外一個像 這兩個狀態之間 那Juice就幫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個模型 所以不論是在相圖上 或在工程上 或是說勒沙特列原理的這個應用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拿來做為一個模型 然後來控制 包含從濃度上 溫差上或壓力上面 那在最右邊的話 就是這個Bossmann 把亂度的抽象概念 用排列組合這樣的一個想像 然後來量化亂度這麼一回事 所以剛剛的排列組合就好像我們這邊 在左邊的話就是能量有大有小 不同的每一個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好像不同的這個狀態 它的排列跟組合 那右邊呢 一樣也是用能量可以來想像 那但是換一個角度來想的話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在不同的這個濃度之下 傾向於它不會處在這一個 兩邊各有各自元素的高濃度的這個狀態 那所以前面的這一個熱力學的參數 介紹完了 接下來就是要來區分兩類的這個熱力學的參數 其中一大類是intensive 另外一大部分是extensive 那我們就先從我們用這些參數 要來描述平衡這件事 因為描述平衡就是要來套用在這個項圖上 來歸納出 隨著不同的濃度或是成分或是單一成分 但是不同的溫度壓力之下 它會處於哪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叫做平衡的狀態來開始描述 所以平衡的狀態 如果用juice free energy 來描述的話 是處於哪一個狀態 就是在處於這個data g 等於0 所以它是在一個極值 那這個極值是怎麼樣 是最小值的時候 所以當一個系統我們說它達成平衡的時候 用juice free energy 來描述 它就是處於一個最穩定的狀態 那在這個狀態之下 沒有下一個更低的狀態讓它去改變這樣 所以 from the lows of classical thermodynamics 它是一個定壓的項圖 來判斷這個叫做哪一個成分 它是相對來講是處於穩定的這個狀態 那我們就把這個穩定的狀態把它描出來 所以光是看這個文字沒什麼感覺 我們待會會有例子 那在進入例子之前我們就再一次 就是借用這個Porter and Islin 的這個課本 來描述平衡態 所以這邊我們分別會有兩個這個dg 等於0的這個狀態 一個很明顯的就是在這一個條件之下 在右邊這個A點是一個最低的juice free energy 那在左邊呢 它一樣是滿足這個 在這個區間之內它有一個最低值這樣 所以左邊就是我們待會會提到的這個metastable state這樣 那所以以右邊我們強調或描述 用圖形來描述的這個平衡態 如果用這個叫做這個Botsman 的這個想法的話就是 If it were possible to evaluate the free energy of a given season for conservable 所以所有可想到的configurations 在這樣的一個global 所以是以所有可想到的它有一個最低的這個juice free energy的狀態的話 那它就是處於這個平衡態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描述 用這個叫做Botsman 的方法 來想像它排列組合的所有可能性這樣 好那這時候問同學一個問題啊 所以你的系統裡頭只有一個元素 或是只有一個分子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描述嗎 我們打牌只發給你一張牌 所以差別就差在說 當我們在討論如果只有單一個原子或元素 而且在固定的一個空間之內 就這空間之內就只充滿了這個元素或分子 它沒有排列組合的可能性 就沒有這個亂度可來描述這樣 所以單一元素跟這個叫做單一元素 在一個限定的空間之內 並不是說不可以用熱地學的方法來描述 但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都是 像是用這個亞伯加絕常數等等 這樣的一個數量幾在描述 那這時候這個entropy的效應 那當然是非常的明顯 因為它會牽涉到排列組合 所以only a collection of large number of molecules can be assigned an entropy 那所以所有窮盡排列組合的各種方式 然後排列組合方式有不同種嗎 同學打牌也知道嗎 有不同的這個出牌法 所以有單一個排列方法 我們說叫configurational 那也有在我們上週所描述 可能是一段或一段 好像一個班當一個單位的話 尺度大一點 然後它有一群另外一個單位的 我們把它叫conformational entropy 那所以entropy是可以有不同的 看你怎麼去定義它這樣 那Jupe's Pharynge 就是指在所有可能 我們可以算的排列組合裡頭 最低的這個就是處於這個叫做 equilibrium平衡帶 那在左邊的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占穩態這樣 那以占穩態來說的話 以課本的描述來說 他們暫時穩定 不過問題是這個 暫時是有多久這樣 所以if as a result of thermal fluctuation the atoms become arranged in intermediate state they will rapidly rearrange into one of the free energy minima 所以這些占穩態就是 其實大部分我們生活周遭所看的到 就是處於占穩態 所以我們給它溫度壓力等等 我們可改變的控制邊緣 就可以讓它到達另外一個狀態 或阻止它到達另外一個狀態 可是實際上這個占穩態可以是占穩很久的這樣 像是如果同樣是碳有graphi跟diamond 誰是占穩態 我應該有學過吧 所以diamond是占穩態 diamond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裡頭是很穩定的 所以這個時間快慢要怎麼去想像它呢 If by a change of temperature or pressure the system is moved from a stable to a metastable state given time it will transform to a new stable equilibrium 那所以又再回到我們剛才所描述的 所以這就是項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功用 好像可以按圖所計一樣 然後去工程上推進或製造 或應用這個熱插特勒原理的概念 去把同一種元素或說同一種的這個組成 但是把它製作出不同的項 在不同這個狀態之下這樣 這邊要想一下這張圖怎麼看幾個重點這樣 所以這張圖是那個下週我們會講到的衍生 所以今天只會講到single component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算是比較複形 就是從單一元素或單一分子 舉例來說像水 但是不同的故意氣的狀態 那下週我們就開始進入到雙元素 所以相對於純水、單一、分子 不同元素會有什麼效應 所以舉例來說這邊分別有甲醇跟濾房 不同元素會開始有哪些效應 所以這個問題就套用剛剛學到的 Δ會等於什麼 所以系統的話你就要先考慮 兩種元素加在一起 Nsop會不會變 再來兩種元素把它放在一起 有很大量 都是CC或者是多少這個more 那都是以亞伯加約常數來講很大量 所以會有什麼 會有entropy這樣 所以同時會有entropy 同時會有entropy 所以這時候要看什麼 ΔH-TΔS 所以你要看一下 今天我們在比較的是 在Y軸上是什麼溫度 或是反過來看右邊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是一個固定的溫度 但是它會有怎麼樣的 蒸氣壓的差別 它有沒有達到平衡就是在相圖上面 但是我們怎麼去解釋它 所以這個甲醇跟濾房喜不喜歡在一起 所以純甲醇有純甲醇之間的見解 Nsop嘛對不對 bonding嘛 然後純濾房有純濾房之間的見解 把它混在一起的話多一種見解 甲醇和濾房 如果在想像中啦 我們先從這個左圖開始 就是在一個長壓之下 見能比較大的 它的溶點會怎麼樣 會比較高還是比較低這樣 所以用這個來判斷一下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分別有三種物質 一種就是純的這個甲醇 接下來是純的濾房 中間就是把它混在一起 既有甲醇就有濾房 所以分別是純甲醇自己 純濾房自己跟混在一起 那你會發現把它混在一起 他們喜不喜歡在一起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這個叫做 沸點式相對於純物質的時候是怎麼樣 是低的 意思就是說當它混在一起的時候 它是很容易在這個 同樣的壓力之下就怎麼樣 就轉換成這個vapor 就揮發掉了 所以他們根本不喜歡在一起這樣 所以反過來想 怎麼想就看幼圖這樣 所以幼圖是什麼樣的一個條件呢 所以都請注意喔 你看像圖的時候 千萬要看 你今天所拿到的這張像圖 或者說你被要求要畫出來的像圖 到底是定壓還是定溫這樣 哪一個是在一般的狀態之下 比較容易有的 就好像大家生活在一大氣壓之下 大部分我們日常生活中 是左邊的這一種 就是固定壓力之下這樣 但是在工程裡頭 譬如說在同學高三的課程 應該有學過 就是說透過針流塔的方式 改變溫度壓力 所以像幼圖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在針流塔的其中一層 它可以是一個固定的溫度 在這個溫度之下 如果它的氣壓越高 表示在這個溫度 這個配方或這個化學成分比 最不喜歡以異象存在 都揮發掉了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相反的描述方式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誰和誰喜歡在一起 甲醇自己喜歡在一起 不容易揮發 跟誰比 跟開始混在一起比 然後律仿自己看起來也是 相對把它混在一起都怎麼樣 也沒有那麼容易揮發 我們就可以透過像 不論是定壓或是定溫的條件 然後在相圖上面 藉由已經有的 穩定態是什麼樣的穩定 在什麼溫度 什麼壓力之下 什麼樣的化學成分 然後來做 不論是你工程上 或者是說研發上的這個設計這樣 那舉一反三 所以相反 我們這邊看到的是什麼 所以今天 在一個固定的壓力之下 所以今天我們分別有 這一個純水還有甲酸 舉一反三一下 想一下它們喜不喜歡在一起 所以今天如果 只是單純是純水的話 它的這個廢點 我們先看左邊是一個 固定環境壓力 它廢點是在100度Z 273K 然後右邊呢是甲酸 大概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溫度範圍 可是一旦它們混在一起 你要花更多的熱能 才能夠讓它從液態變成氣態 所以混在一起 甲酸跟純水喜歡在一起 所以你才要花更高的這個溫度 在歪軸上 你可以看得到 它才會從這個液態變成這個氣態 反過來 今天如果甲酸跟純水喜歡在一起 那在一個定溫之下 溫不容易揮發你的判斷就是怎麼樣 如果越低的這個壓力就表示 升氣壓越低 越不容易揮發這樣 所以這個我們在講到兩種元素混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會再按照課本的這個模型描述方式 然後分別把這個叫做 就是我們剛才口頭對話的 還有這個entropy相一起加強來討論這樣 所以總的來說 一個自發的反應 如果我們用模型來描述的話 用Juice Free Energy就是 dataG朝小於0的方向來發聲 所以dataG是只考慮entropy嗎 不只喔 因為我們剛才透過 食鹽加到水裡頭的這個對話 在常溫之下 entropy也要發揮作用 所以Juice Free Energy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它把這兩大最重要的熱力學量 都把它考慮進來 那所以我們剛才就講到 已知就是以碳元素來說 它可以有不同的phase不同像 那所以它排列成最穩定的時候 它是以graphy 小石墨的方式來排列 如果它排列成這個鑽石結構的話 相比之下 反而鑽石結構以這個純碳來講 是屬於一個metastable的這個狀態 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就算它是metastable 可是它要自發的 要往這個stable的狀態來走的話 可能也要花非常非常非常久的這個時間 所以怎麼去想像或者是 有沒有方法可以來量化或是比較 容不容易 從借穩態 metastable 轉換成這個穩定態 有沒有方法可以想像或量化 有的齁 所以given time therefore all diamon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will transform to graphite any transformation that result in a decrease in trips free energy is possible which is spontaneous reaction however how to quantify or how to image how fast or how difficult it will transform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第二章會講得更細 就是在擴散的時候 那我們待會就只是很快的 用一個示意的這個方法來描述 那這個時間可長可短 這個momentarily 我們第二章擴散會這樣 那所以怎麼樣量化它呢 其實就是我們再來看 這一個可以說是energy barrier 是多大或多小 在這個metastable到這個most stable的phasis之間這樣 所以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graphite跟diamond的例子 我們繼續講下去 Graphite and diamond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are examples of stable and metastable equilibrium states 所以就算是處於metastable 它也不見得在短時間之內 就會自發的轉到stable的這個狀態 given time all diamon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will transform to graphite 那只要花的時間就可長可短 所以量化它的方式就是any transformation that result in a decrease in juice free energy is possible Level a necessary criteria for any transformation 就是一定會發生相片的我們判斷的就是用juice free energy的大小 所以如果會自發的話就表示它的結束狀態 final state的juice free energy要小於它的這個initial state 所以相減才會小於0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tile in juice free energy來描述的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就可以再衍生到 所以今天在intended learning objective裡頭 就已經先預告的 就整個勒沙特列原理可以透過濃度的改變 所以像剛剛在純水還有甲酸的立體裡頭 exo就是兩個混在一起的比例 我們可以就是說是濃度的改變 然後像剛剛舉例反三的純水甲酸 我們有幾種圖 有兩種圖 一種是固定壓力 但是我們會看到比如說沸點的改變 另外一種就是固定溫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叫做蒸氣壓的大小的這個差別 那所以這些往往都是共同在一起 我們一起來考慮進來就是可以用這個juice free energy的模型 然後來描述它這樣 所以整個來說就算是這個叫做這個face transformation in metals and alloys的這個項圖 那你大方向來想也都是可以用在高中所學過的勒沙特列原理來想像圖的平衡的這個位置 在溫度壓力濃度之下 溫度壓力濃度通通是我們說熱力學的狀態方程式裡頭的參數 誰是intensive 誰是extensive the properties the transformation need not go directly to the stable equilibrium state but can pass through a whole series of intermediate metastable states 那至於怎麼樣的在狀態或像之間的改變就會牽涉到哪種路徑的效率是高是低 哪種路徑的CP值 什麼觸媒的使用或什麼樣的化學反應的加總起來 會不會造成沒辦法回復的污染 還是說哪一個路徑它耗能會不會有其他的這個副作用 那這就是非常複雜未來同學真的進入社會的時候身為一個工程師應該要考慮的 那我們在這堂課裡頭就大概比較簡化只比較狀態和狀態之間 那未來同學工作或出社會更多的其實是在工程上做路徑的設計或是路徑的選擇這樣 那至於狀態之間我們知道整個Gits Free Energy可判斷它自發的方向 那至於會多快多慢 那 How fast does a phase transformation occur?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ow fast does a phase transformation occur? 我們剛才已經先預告的就是那今天它的這個能障是有多少這樣 所以在這張Gits Free Energy在不同狀態之間的這一個 energy profile 那我們就把中間這樣的一個障礙把它叫做一個 hump 那這個 hump 就是 between the metastable and stable states 那至於它可以有多快 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跟時間速度有關的把它叫做這個 kinetics 那一般來說 higher humps or energy barriers lead to slower transformation 那至於多快多慢 Kinetics obviously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study of phase transformation and many examples of kinetic process will be found throughout this book 就是在我們下半部分所選用的這本教科書 那它在這個第二章就會登場 就是在擴散的這一個章節裡頭 那接下來我們再繼續往下 Two types of thermal dynamics are functions 很快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所以我們從介紹進熱力學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有一個模型可以來判斷 我怎麼樣去控制我想要的項可以工程出來 所以模型歸納起來是Jits Free Energy 那Jits Free Energy 我們剛才又分別介紹了很重要的幾個項 分別是Enthropy項跟Enthropy項 接下來我們就發現 如果要能夠工程上的控制的話 還有什麼 就好像我們剛才幾張項圖裡頭 我們在X軸上面是數量的這個多寡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開始進行分類 在哪些熱力學的參數 我們把它叫做Intensive 哪些叫做Extensive 所以如果是在物理量裡頭 我們說Intensive就表示是跟這個系統裡頭 有多少的量是無相關的 相對的 這個系統是大是小 裡頭有多少量 就是我們說的Extensive properties 所以Intensive跟Extensive差在哪裡 就是跟這個系統裡頭總量有沒有相關 跟總量相關的體積當然是相關的 以第二個來說 在Internal Energy也會跟總量是有相關的 那在Enthropy的話就包含內能嘛 然後PV那這也是跟量有相關 那在Enthropy的話 極端的比一顆跟兩顆跟很多顆 排列組合的可能性可以想像是差很多的 所以這些都是會跟總量有相關的Extensive 所以相對來講不論是人多人少 溫度跟壓力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這些是屬於Intensive 所以我們再回到剛剛的講義這裡頭 所以Intensive不隨總量相關的 像是再多的水或再多的水 它的密度是一樣的 相反的這個Intensive的話 比較好想像是質量或體積這些 都是可加總跟系統的大小是有相關的 那我們區分這些 那我們接下來在項圖上面 那在下週那我們當然會改變不同的成分 所以會有這個成分組成這樣 那今天我們先從單純的單一物質開始 那我們只是純粹的來比較溫度改變的過程當中 怎麼用這個Juice Free Energy裡頭的Enthropy 跟Enthropy的改變來判斷它會是處於哪一個項 所以Intensive再一次就是Independent of the size 像是這個溫度跟壓力 那如果是直接跟系統裡頭物質的量有相關的 Directly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materials in the season 就好像是體積、內能、 Entropy、Entropy還有Juice Free Energy 所以Intensive property來講 The usual way of measuring the size of the system is by the number of moles of material it contains The extensive properties are the molar quantities expressed in units per mole 太多的這個數量我們就用這個亞伯加學常數 然後來TAL用多少More來描述它 The number of moles of a given compound in the system is given by the mass of component in grams divided by its atomic or molecular weight 這個就是同學國高中做過很多算數的重量 或者是體積百分比加 所以我們今天最後的這個結尾 就是從這個Single Component System開始 那我們就會從最經典的大家最熟悉的 所以大家來想想看 以水的三項來考慮 就是純水 那怎麼樣從Juice Free Energy 再拆成Entropy 再拆成Entropy 來想像它在高溫、低溫 那最後是進階到 如果是換壓力的時候 是哪一個項是屬於這個 most stable的這個State這樣 先丟一個問題 水都是老朋友了對不對 水的Entropy怎麼定義怎麼量 所以這些都是人類想出來的物理參數 剛剛我們有討論過嘛 當我們在用Juice Free Energy 在描述的時候 都是要先描述條件對不對 所以現在條件就問你了 我們去定義這個Entropy 大家以前都學過黑思綠 那個數值是怎麼來的 是在幾度 是在什麼壓力之下 好啊 那Entropy 國高中有沒有教過 是在幾度或者是多少壓力之下 那Entropy呢 Entropy的數值跟Entropy的標準或定義 相對是什麼條件呢 我們待會會講到 那大家想一下 So let's begin by dealing with the fast changes that can be induced in a single component by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t a fixed pressure 我們就先從日常生活 很簡單去想像 可體驗的這個一大氣壓之下的 這個前提來討論這樣 已經跟你定義一大氣壓 那所以Entropy是幾度在定義 就好像水有三項 水的Entropy要定幾度的時候 它是最穩定項 這其實就是暗示的嘛 因為我也不是說冰 我也不是說蒸氣 那你來看看你想的對不對 A single component system could be one containing a pure element or one type of molecule that does not dissociate over the range of temperature of interest 所以是跟溫度是有相關的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phases that are stable or mixture that are in equilibrium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be able to calculate the variation of juice free energy as functional temperature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有描述過的嘛 我們就是要幾度的時候 然後多少的大氣壓之下 它的 juice free energy 是多少 然後再來比不同狀態之間 比較小的那一個就是相對來說是一個穩定的這個狀態 所以以這個叫做可視覺化 或者說先從你可以量得到的這件事情來想的話 就是過去同學所學過的 也有算過嘛對不對 給多少熱量 然後溫度增高多少 那貢獻到哪裡 這個數字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比熱 比熱如果要歸納的話 是歸納在哪一項 是內能項 內能在歸納的話是歸納到哪一項 就是在anthropy這一項 所以the specific heat 這是同學量過會量的 of most substances 大部分物質 is easily measured and are readily available 這個是一個國中國小就會做的事 國中高中就會做的事 in general it varies with temperature 所以好像左圖一樣 這是會隨著不同的溫度會有差別的 the specific heat is a quantity of heat enjuice 通常是用焦額來當單位 required to rais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ubstance by 1k 就是每身高一度要發多少的能量 這是我們對於比熱的這個定義 所以比熱定義 我們也可以繼續再往下推導 就是在定壓之下 那我們是anthropy對溫度的關係 therefore the variation of enthalpy with temperature can be obtained from a knowledge of the variation of specific heat with temperature 所以這一個數值不只是剛剛符號的推導 這個是同學曾經會做實驗量得到 我相信現在也是會做實驗量得到 差別只在差代說 今天那個量測的儀器設備多好而已 就是加熱的效率是多少這樣 In considering phase transformation or chemical reaction it is only changes in thermodynamic functions that are of interest 所以我們在考慮的是 考慮系統本身而已 所以外面加熱的這個效率那是另外一回事這樣 所以你的比熱量的多準 就是在於說你的實驗設置的這個系統的好壞 加熱的效率是多少 好所以這時候就答案來了 enthropy 是怎麼樣去人為定義出來的 所以人為定義是在怎麼樣 就是在那個室溫我們說這個25度C或者298K的時候 定義出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最穩定的狀態是什麼狀態 我們就把它定義那個時候的這個enthropy為0這樣 這邊在做積分你在做計算的時候 enthropy是在這樣的一個積分範圍所估算出來的 so the variation of nthropy with temperature can then be calculated by integrating equation 1.5 所以得到這 好那所以0是相對於這邊來的 所以剛才問的問題的答案是在這裡 所以這是人為所定出來的 然後呢存物質它在不同溫度之下是有不同的這個nthropy這樣 為什麼你就可以去量啊 在不同溫度之下要上升 要對同一個物質上升1K或1度C的熱量是不一樣的 這是可以量得到的 那為什麼呢 所以其實梗我們之前就有描述過了 enthropy包含哪些項 enthropy包含內能是從potential energy 還有kinetic energy 所以kinetic energy從哪裡來 就包含如果是這個氣象或異象的時候 原子或分子之間 它們會不會移動跟振動轉動過來的 所以在不同的環境溫度之下 這些移動振動或轉動 反過來講所需要或說所消耗的這個熱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不同的環境溫度之下 你要讓這個系統增加1度C 所需要的熱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再往下把它微分一次 所以它的這個怎麼樣比熱也會不一樣這樣 那我們單純是從定義來 剛剛是從enthropy的定義 是室溫25度C之下最穩定的那個像 我們把它的這個h定為0 那我們再從這個enthropy 進到entropy這也是人為所定義出來的 只是人為所定義出來的請問同學 你要定幾度這樣 好那你想好之後你看一下這個螢幕 大家公認是幾度這樣 那你自己覺得合不合理這樣 所以相對來講 當我們在講亂度的時候 我們就不是像entropy定義在我們日常生活的這個常溫之下 我們對entropy的定義我們的這個基準值是對誰 是對在0k的時候這樣 所以這是兩個我們在定義的時候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所以the variation of entropy with temperature can also be derived from the specific heat based on the classical thermodynamics however we take entropy at 0k as 0 所以當我們一樣也是用比熱來量化它的時候 我們是從0k當作基準來比較的 所以整個這個gips free energy 是我們人為gips所歸納出來 所分別來試圖描述這幾個不同的物理量 這物理量從內能來的 從隨著溫度的改變 系統裡頭的原子 元素 或者是它的這個分子 它的移動轉動振動等等 然後排列組合等等 把它歸納起來 那歸納起來是可量到的 就是付出的成本 要加多少的能量進入這個系統裡頭才能夠上升一度這樣 所以在一個固定壓力之下 所以你剛才所看到的比熱都是怎麼樣 都是下標為p cp之下 所以我們就分別是從可量到的 定壓之下的比熱 然後再把它分別推導到 我們定義是以氏溫當基準的這個entropy 那另外是以0k當基準的這個entropy 那我們把人為所定義的這個條件都列清楚了 那接下來就是最後 我們收尾的就是單一物質的項圖 那我們透過比較g-spin energy 拆成entropy跟entropy這兩項 然後來比在不同的溫度之下 在同樣的壓力之下 它的這個g值誰大誰小 然後來判斷它的這個穩定項 好所以剛才都已經定義出來了 所以entropy 所以我們是在這個0k來定義出來 所以entropy是在這個常溫之下定義為0 entropy是在這個0k之下定義為0 那所以當我們在考慮g-spin energy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看 隨著溫度我們剛才都描述過 這些數值是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畫在同一張圖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entropy隨著溫度的改變 所以finally the variation of juice free energy with temperature can be obtained by combining enthalpy and entropy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再繼續比下去 when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vary the change in juice free energy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following result of classical thermal dynamics 我們要來看看嘛就是比誰比較穩定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把會有貢獻的這個溫度或壓力 就是我們之前有回顧過的 熱沙特列原理之下 我們這邊當然是沒有濃度的這個變化 但是我們可以有壓力跟這個溫度的這個變化 那我們這邊先選壓力變化為0 就是你可以想像都是在這個長壓之下 然後這個juice free energy的這個改變 所以當我們把這個改變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先看 所以這個是比較低溫的這個狀態 誰和誰比就分別是 同樣是entropy有這個異向的用虛線來表示 然後有這個固向的用虛線來表示 所以我們會分別得到juice free energy 分別是在同一個溫度之下 有這個虛線的液態的juice free energy 跟這個實線的固態juice free energy 所以兩者相比很明顯在這個圖上 所以在低溫的時候實線的是在下面比較小 所以在溫度範圍之內 同一種物質都是怎麼樣 都是固態它的juice free energy 小 所以它是一個穩定的這個狀態 所以這個是以同一種物質 然後它的兩種不同像來比 在這個溫度範圍之內誰是比較穩定的這個狀態 那隨著溫度的變化我們也看到 會開始有不同的這個變化 那這變化可以是由誰的貢獻呢 這邊可以看到主要是這個entropy的這個改變 這裡頭我們看到在一個特定的溫度之下 entropy的改變好像是怎麼樣 就是從這個叫做會有這個不連續的這個狀態 那這個就是同學早就已經知道的就是比熱或淺熱的貢獻這樣 所以在高溫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就反轉了 所以本來是實線的這個juice free energy 是固項的 它的這個趨勢來相比的話 現在這個實線就是比較小的這個juice free energy 在高溫的時候是異相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這個 在melting temperature 的這個 latent heat 或淺熱 for temperature up to melting temperature the solid phase has the lowest free energy 所以在溶點之前 固項都是比較穩定的 然後有比較低的這個juice free energy whereas above melting temperature 所以在高溫的時候 liquid phase is the equilibrium state of the system 所以我們就由這個juice free energy 的描述 那就可以在特定的這個物質裡頭 把它不同的這個溫度範圍之內穩定的像 把它描述出來 那其中有一段 這一段就是 latent heat 那在不同的溫度範圍之內 那我們可以看到 都會有不同的這個比熱的這個數值 那在這個melting temperature 這邊 就好像這邊的這個比熱有一個無窮大的這個數值 因為它的斜率是陡峭的 就是不論加多少熱量 那它都是保持在一定的這個溫度 所以在這個melting temperature 的時候 在有產生相變的時候 它比熱乍看之下 好像是趨近於這個無窮大 when all solid has transformed into liquid the enthalpy of the system will follow line cd 所以在高溫的時候 這個系統已經處於穩定的這個意向 那這個時候就會得到一個新的這個比熱值 while the fuel free energy decrease alone EF 這邊是一個示意圖 那來描述在這個不同溫度範圍之內 它的 entropy 亂渡 用這個圖示的方法來描述 那這邊也是用圖示的方法來描述 這些 entropy 會隨著這個溫度的增加 而急劇的這個上升 那最後一個今天要講的觀念就是 同宿易構體 if the solid phase can exist in different crystal structure free energy curves can be construct for each of these phases and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they intersect will give the equilibrium temperature for the polymorphic transformation 那至於同宿易構體的例子 就包含了同學在那個才道裡頭 最後有學到的像是那個鐵 在不同的這個溫度之下 有它分別穩定的這個結構這樣 for example at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iron can exist as either BCC ferrite below 910 degree C or FCC austenite above 910 degree C and at 910 degree C both phases can exist in equilibrium 那至於要怎麼樣去產生相變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有回顧到的這個勒沙特的原理 那在第三章的時候 那我們會特別再介紹 當我們要產生相變的時候 那會再有兩種不同主要的分類 一種主要是由這一個擴散機制所主導的相變 跟另外一種就是不需要在高溫的這個條件之下 就是我們叫做diffusionless 就是因為外力或者是因為形狀改變的這一個相變機制 就是這樣 好 那所以最後我們就留一道題 來給同學做練習 就是以純鐵元素來講 我們剛才已經有介紹過 在不同的這個溫度或壓力之下 它有不同的這個穩定項 好 題目來了 怎麼樣去描述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張項圖 這個已經是結果了 然後分別去描述出 free energy pressure curves for pure iron at 這四個溫度範圍這樣 這邊是equation 1.11這樣 那所以這邊再給一個暗示 所以你就把這個1600度C 那這個是800度C 那接下來這邊500度C應該就在這裡 300度C 把它找出來 那描述什麼呢 描述對於壓力的這個關係 好 所以要把這個free energy to pressure 的 curve 把它描述出來 所有所需要的觀念 都是在我們今天有教過的這個內容 那同學想一下 好 然後再給同學多一個暗示 請問同學啊 我們在描述項圖是在什麼一個系統裡頭 所以它的質量有改變嗎 沒有改變 質量不改變 在柴刀裡頭學了不同的鐵 其實就是怎麼樣 就是FCC或BCC嘛 對不對 好 那請問同學啊 質量不變 FCC和BCC 它們的atomic packing factor 一樣嗎 不一樣 OK 那就太好啦 所以你會有怎麼樣 是不是會有體積的改變 在相變的過程當中 會吧 同樣的質量 同樣的數量的這個鐵元素 它是用FCC排列還是用BCC排列的時候 它佔的體積會大 所以atomic packing factor 是BCC比較低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會佔的體積就怎麼樣 就會比較大 可理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在不同溫度之下 它的體積會不會變化 有相變就會變化 OK 好 所以這邊沒有熱脹冷縮 這邊是固定溫度 所以固定溫度只有誰變 只有壓力變 只有壓力變 可接受嘛 對不對 所以你沿著這個溫度來看一下 它的體積是變大還變小 所以先講第一個 請問異相的體積大 還是固相的體積大 當然是異相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 在固定溫度之下 隨著壓力改變的時候 它的體積是變大變小 就可以把這個示意圖畫出來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所推導的這個內容 那到最後我們就丟這樣的一個項圖的問題 讓同學回去來試試看這樣 OK